好 台湾冠材 这会过台湾 观众朋友们晚安 我是奥国珠 今天持续带大家关注 当然还是顶心黑心游 现在对台湾造成食品业的大沦陷 国际形象大受影响的情况之下 好 魏应交呢 昨天交出了101的副董事长 以及总经理的职务了 这个部分 101的部分现在做了起来 好像是我们政府真的很用力在灭顶 应该给他拍拍手 还是这就是政府你本来就该做的事 而昨天晚上到今天上午 大家都在讨论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 哇 到底谁能够让这个魏应交 短短的一两个小时当中 从拒不辞职到最后直接请辞 这个深喉咙啊 就是财政部长张胜和口中的深喉咙 究竟是谁 那么东问西问 今天终于还是得说出来他是谁 就是金管会的主委曾明宗 相信观众朋友都想问的是 为什么魏应交要请辞 要去找曾明宗来讨论 这逼着曾明宗刚刚也开记者会了 讲了三大点的理由 以及两年前跟他认识的由来 这可以让大家觉得这场戏是真的还是假的 可以说服你吗 但重点是现在看到 这个鼎心魏家在台湾 竟然话最为根当 难道只有一般现在在批评的是 马政府有开绿灯 那么当年也执政过的民进党 政府完全没有任何的参与吗 今天为什么吴子佳写了文章 在这里直接点名 蔡英文你要拿出勇气呀 在这个民进党内部的所谓的新游苏械各派系 通通拿过魏家的这个政治现金 这个部分民进党是不是也得说清楚 讲明白呢 那么今天同一时间我们还要带大家一块来关注的 还有台北市以及高雄市长的选情 好赶快为您来介绍今天现场请到的五位来宾 然后赶快来做讨论 第一位我们为您介绍的是 国民党籍立法委员赖世宝 好 大家好 好 第一位为大家请到的是 文化大学教授邱毅老师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今天现场还请到时事评论员郑诗诚 国助大文 好 那么在我的右手边 第一位请到的是 这个资深的时事评论员 陈富雄 陈大佬 你好 大家好 好 今天还请到的是 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黄伟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那我们赶快带您来看看 在刚刚桑顺和以及这个 曾命中出来开记者会之前 今天上午在立法院讨论的 当然就是101的问题 接下来股权该不该出清 正式 而且是干干净净的 退出101 当然也在讨论这个 深喉咙究竟是谁 我们带您看上午的报道 桌上就放着顶心魏英娇 请辞101副董 以及总经理的辞职信函 财政部欢喜获胜 拿回101的经营权 不过就在28号中午 101发言人还表示 魏英娇在会议上并无自动辞退 没想到下午两点 魏英娇就正式向董事长宋文琪 提出词涵 并且即刻声响 短短两个小时转折之大 外传魏英娇 曾经透过深喉咙 致电张慎和 这才逆转情势 也没什么深喉咙 也没什么神秘 就是很稀松平常 我的朋友告诉我说 有一个朋友 对 所以魏家可能会打 魏先生会打给你 那个朋友是企业界台 还是政府界台 没有 就是我们同事 朋友 同事就是官方的 对 对 张慎和连连否认 不过据了解 28号中午 这名伤喉咙 曾经致电张慎和 告知他 魏英娇将会打电话给他 当时张慎和已经连猜到 可能是魏英娇 要谈台北101的经营权 他随即告知对方 请会直接联系吴当杰 其实据我的了解 他只是没有在及时 在会上提出来 其实他大概内心 早就有动了 如今财政部将主导101 尽快开临时董事会 确认宋文琪 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 不过鼎心卫家仍然持有37%的股权 魏英娇仍旧掌握101 五席董事 对此财政部也呼吁鼎心 出清股权退出101 能够呼吁他主动出清 我是建议他能够像一些 包括比尔盖茨 巴菲特能够捐出来做公益 这样好留得好名声了 这仗公股逼退成功 底薪未交退出台北101的经营权 重回财政部首周 再部还要底薪交出股权 退出董事会 维护台湾地标101形象 记者林欣姐刘亮 亨台北采访报道 好 那么这是在这个 所谓的深喉咙 究竟是谁之前 在早上在立法院的讨论 好 我首先请教的 赖世保委员 今天上午也做了质询 今天也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现在知道 所谓的这个深喉咙 就是金管会的主委曾明忠 很多朋友都知道也想了解 这个温英交要不要辞掉101的 副董事长兼总经营 他为什么要去问曾明忠 按照张胜的讲法是 他说他其实他们已经决定了 就是在前天晚上已经决定 要辞了 那一天等于他有一个软调 一个硬调 硬调就是早上的在董事会 就代表说 我没有对不起台湾 我的油我父母都在吃 然后这里面来讲 都讲完了 然后下午其实他准备辞了 但是呢 我认为他心里有盘算 为什么打给曾明忠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曾明忠的讲法是说 当初决定让魏家 跟官股官民共治的那个决策者 两个人 一个叫张胜尔财政部长 一个叫曾明忠 那时候是财政部次长 他跟我讲 这曾明忠亲口跟我说 他说这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他打给他 我认为可能再加一个原因 为什么因为他现在是金管会主委 是啊 他主动 是好 人情让你做 等于说你看 早上我是不辞了 下午呢 我们的曾长官 一番的道德劝说 我认得 辞了 整个功劳通通是曾主委的 以后抽因跟那部分 是不是可以守下留情 这一部分当然没有讲 而且曾主委亲口说 没有任何的条件 只不过不了解 为什么张部长 把这么重要的讯息 把他讲出来 他是大嘴巴 这个东西啊 张大部长 我一直觉得他很沉稳的 怎么大概 我心里想啊 他可能太嗨了 原来认为 原来认为早上啊 看起来 外加这么强硬 对不对 突然来送一个大礼给他 虽然你刚刚讲说 这个不一定讲胜利哦 他本来是该做的 不是哦 他们的版本原来没有想这么快哦 原来想什么 对 原来想说按照SOP来讲 最快两个礼拜 临时董事会 才能够把它换掉 这个时候没办法 像是酝酿酝酿酿酿 他当然今天在立法院的时候 就讲得很科技啦 这个都归功于立委啦 执行的时候很凶啦 部分党派很凶 给我力量 他是讲 类似这样的话 其实我认为 他讲的某部分正确的 外加准备要下床啦 是 但是呢 他走之前 要下来之前 做个人请给曾明中 希望 这个是一切是不在什么 言语啦 是 希望他 希望他 以后手下留情 接下来追杀 到底会不会出现 不晓得 那对于外加来讲 是不是也很清楚 这回政府到底是不是真的来真的 我们带大家来看到 好 那这个卓越加其实到底是不是像 呃 刚这个委员讲到 早就盘算要辞啦 只是到底什么timing 词跟谁来辞呢 达到最好的止血效果 甚至能够再加点分回来 这是卓越加的盘算 原来呢 在这边 昨天这个临时的董事会 召开之前来看到 呃 这个财政部能做的 第一个查税的动作 已经出来了 张润和说呢 黑心商人赚的钱 怎么可能会认真的来缴税 加强查税是财政部的职责 此话是真 但是平常你有没有在查 啊平常没有在查 现在出黑心了 才要来好好的查 他是这样子吗 好 再来要查资金 上个礼拜五呢 财政部就出手说呢 要清查鼎心 在各大航库的贷款的状况 啊今天嘛 注释这么久了 你才要查 出事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了 我们的财政部也才要查 这才有达到施压的效果 我们当然知道 财政部一定会这样来解释 但是这是不是早就该查的呢 而且目前为止 鼎心到底跟国内的航库 贷了多少钱 呃 今天观众朋友可以看到 在联合报做了一个质表 但质表告诉你 只查到这两百零五亿的贷款 表示呢这个贷款部分 呃 鼎心借多少钱 政府部你也不敢讲 但最多叫做这个什么 赵峰银行 全团最大的银行 公股银行就是他 前前后在他借了至少一百三十亿元 呃 那么蔡友才也是赵峰银行的董长 也是这个很重要的 民股的之一的这个董事 那么今天跟你借那么多钱 大家都跟你 鼎心都只跟你借 这个我觉得也是蛮好玩 那个发展 大家就去想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哈 好所以说呢 最大借权银行就是赵峰的情况之下 接下来可以抽银羹嘛 呃 这个真的是会让鼎心非常非常之紧张吗 那昨天呢 晶晶闲闲的五个小时过去过后 最后呢 在中间人就是这个所谓称喉龙真名中 接到了魏英交的电话 于是呢 哇终于是下台了 我请教大佬 你觉得这个戏演的好不好看 嗯 不好看 但是起码满足了社会 一点点一部分的的要求 是 还有我觉得媒体 但是用名词 嗯 这个怎么叫深喉龙 那是张部长自己讲的 他自己讲的 他自己讲的 那他真的是 他自己讲的 深喉龙的名词是来自水门事件 对不对 而且是来自那个身份不明 但是穿梭的 那这个我就用深喉龙这两个 这三个字是不对的 嗯 那我认为鼎心哦 这个四个兄弟啊 其实就是一般的商人啊 运气好赚了大钱 其实他们的见识啊 他们的见解啊 他们的策略做法 其实没有高明到哪里 嗯 我觉得两个版本啊 一个硬的一个软的 对 他们大概希望在董事会里 硬的 能够行得通的话 软的就备而不用了 对 所以才会有硬的 他们希望硬的行得通 嗯 这个就是我上次节目里头 我有讲过 他们低估了拉百姓的愤怒啊 也低估了官方的决心啊 所以呢 就说且战且走 嗯 然后呢 我要灭火啊 我要止血 我要停船 然后就切香肠嘛 对 我就是一次劝告他们 你要切 不要切香肠 你要切要切什么 要断碗 直接断碗 他下午改变了立场 因为他晓得这些都来了 都来了 这没有一个商人不怕的 嗯哼 查资金流箱啊 查税啊 或者是抽银根啊 对 我觉得没有一个公司 尤其是在大陆的 大陆的一些高层啊 嗯 我曾经间间接听到说 如果大陆认真查台商的税啊 哦 没有一家台商逃得了 嗯 你知道吗 这无奸不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当到了下午 他晓得官方的立场是很坚定 而且从这个下手的话 对 我觉得他二话不说 心里头马上翻转 马上是软性版来了 嗯 那而且他不但翻了以后 我想他恐怕还要有点急 嗯 他根本有点急 他就说我既然决定这样的话 我希望官方马上得到这个讯息 马上做相对的决定 所以他去告诉曾明中 对 赖斯宝说是要做个人情 我认为这个没有什么人情 嗯 那我觉得曾明中由这件事情来 也不会就这样 会在这个金管方面啊 或查查账方面 是 有任何的松手 嗯 我认为他们如果认为 有你打个电话 我就可以得到好处 那就是又犯了错误了 又是误判了 嗯 但是我我我我的猜啦 就说当天下午 既然他们已经答应走这条路的话 对 他们其实蛮急的 他们希望部长赶快知道 而且也怕如果 我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部长啊 所以何况他们呢 对不对 所以他们如果要直接 他是有打啦 他们如果直接要打 不接 要打电话给部长 其实不难 但是他们怕的是部长说谁啊 啊是姓魏的 不要接 他们怕的是这个 他不接 对 所以他怕的是这个 所以要有一个第三者去转一下 是 所以他们心里紧张的就是说 甚至怕下午来不及了 恐怕此路不通了 对 那就后果严重了 所以他们要确认 这条路是通的 既然决定的就要通 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 是这个样子啦 那顶先现在应该要了解 我们是要依法行政呢 我们是要公私治理呢 还是我们要 就好像柯文哲讲 我们要列武了呢 这个其实包括政府在内 是很难拿捏的 今天顶先应该知道 今天是全民激起公愤啦 是 我觉得全部退出啊 是大家的底线 是不是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大家又淡忘了 好啦 沒關係啊 台湾之光给你啦 台湾之心就争议之言 逼之言 我觉得他们心里头 目前这种舍望啊 还不是没有 还是存在的 所以才会像在这边分析到来 他看到最后一步骤是什么 但是不到非道 万不得已 他不会把最后一招拿出来 有这是顶行整个处理 他所有黑油事件以来 从去年看到现在 大家可以理解到的 所以请教邱宇老师 好 那现在大家会问到说 那你你辞了董副董事长 辞了总经理那又怎么样 你37%的股权通通还在 你是最大的民意零的单一民股耶 你在这里要上下起手 或想要做反扑 不是不可能 所以政府这次要在灭顶 是不是只做半套 要反扑当然是可以啦 因为手里头37%的股份嘛 他还有五席董事嘛 那现在魏英交辞掉了副董事长 兼总经理 还可以另外改派别人做董事嘛 是啊 那改派别人做董事 我还是要可以杯葛 你董事会里面的决议案嘛 我参加过一个公司的董事会 每次董事会就要开五个小时 就单单是两个 两个所谓反对块的董事杯葛 你就必须要开五个小时嘛 那甚至造成很多的讨论案过不了关 所以如果魏家要反扑 当然现在因为有37%的持股 跟五席董事还是可以做到 所以今天如果政府要真的把魏家的力量 赶出101的话 恐怕还是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然后把他的五席董事把它给换掉 甚至用各种的手段逼他出清存股 这个才是釜底抽薪之计啊 那企业进行有三块 一块叫做黑的 一块叫做灰的 一块叫做白的 白的这一块合法 但是没有利润 黑的这一块暴利 但是非法 会被抓 那所以一般都在灰色地带讨生活 在灰色地带讨生活呢 他才能得到超额利润 那灰色这一块最怕什么 政府如果睁之眼闭之眼 你灰色地带就OK就过关 所以才会有一句话 叫做人无横财不富 马无夜料不肥 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今天这个灰色的地带 若我政府要办你的话 那我政府就可以查了 那政府从这个事件就看出来 政府要对付黑心厂商 绝对有工具 绝对有筹码 只要你愿意做 第一个 当然怕查税啊 哪一个厂商在灰色地带 被查的话 真的努力去查的话 过得了关的 我相信一家都没有 第二个 第二个查你资金流向 查这个资金流向啊 这个麻烦就出来了 很多不可靠的地方都出来了 甚至不该投资的去投资的 甚至你跑到哪里去做避税的 做法也被查出来了 第三个就抽你的银根嘛 因为所有的企业 你用自有资金 资金成本太高 我当然用财务杠杆了 尤其要顶心 玩财务杠杆 玩得非常的厉害 买101 对不对 我先发行TDR 募了一笔钱 然后接着拿去买101的股份 接着拿87%的股票去直压 好 那我先去买这个 未权三重的这个纺织厂 好 买了以后 然后我再去银行 借钱 求连贷 然后我去买地宝 我买地宝 我买了14户 然后我有90%以上 将银行取得贷款 所以根本不要花自己的钱 运用财务杠杆 就可以致富 这个玩很多的企业游戏 可是你玩杠杆玩多了 就会出事 像以前台中广山的真正人 就是玩杠杆玩过度会出事 好 那现在政府运用这个手段 当然他会怕 所以他为什么会像曾明忠 会向他讨好 献媚 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知道曾明忠 手里头捏着他两个东西 一个资金流下 一个是抽银根 他怎么会不怕呢 他当然想到曾明忠就发抖啊 所以他今天会向曾明忠 透露给他一个人情 送给他一个大礼 这我认为是合理的 只不过张胜和这个嘴巴太大 我认为说今天你并没有做得很漂亮啊 就像刚才国朱说的 只做了半套 有什么好得意的呢 这时候还为嘴巴那么大 竟然把这申喉龙的名词都乱套 那我觉得是非常美中不足的地方 好 因为昨天这个申喉龙的新闻 是来自于中央社的报道 而且中央社的报道 完全没有挂记者的名字 只看到这个报道 什么压抑 谁谁谁谁写的 不是任何一个电子 爆出来的最新消息 是叫中央社 而且没有挂名 这一看都知道 一定有人在放消息出来 所以可以看出来 昨天我们政府部门 是不是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我觉得政府到底没有什么好高兴 其实昨天中央社的报道来讲 是有人急于邀功 我们就是真的是政府做了多少事 让人家兵不血刃 杯酒士兵权 过去不是这样子吗 说宋太祖不是杯酒士兵权 把那个大将 这个兵权都 请他们喝酒就这样 那今天曾明中用一通电话 跟他提三点建议 所以按理讲 其实曾明中心里一定想说 我替国家 我替现在这个政府 少挨很多骂 怎么是要把我抖出来了 可是问题是什么 我说你刚刚所说 这是本来就应该做 政府是过去做了不好 现在是做了稍微弥补一点 那有什么好拿来说嘴的 政府过 为什么过去做不好 我就请 我就括賴委员所说的 这是2013年的 那个时候11月 大家那个时候就 就已经对于林后明 刚刚当101董事长的时候 是 鼎星已经掌握37% 然后拿到副董事长 跟这个总经理 是 那个时候就曾明中去协调了 那为什么曾明中协调这个东西 就是说已经看 眼看了魏嘉莱士汹汹 已经濒临城下了 结果那个时候 这个赖委员他有去咨询 这个江院长 他讲说表面上 这我不知道 这个报道想不想识 范关谷左右101大楼的 这个经营权 但是关谷董事参加董事会 往往签了名就走了 代表魏嘉的董事 在董事会里面全程参与 然后不断修改章程 修改公司的规则 不断的提案 那关谷过去 已经大家都知道说 已经魏嘉已经濒临城下了 那为什么 还会签了名就走 那表示过去代呼职守 代呼职守 现在弄到这样 才这个正名中打电话 不管是用拜托的啊 还是用怎么样 还是提建议的啊 然后他这个 释出了副董事长和总经理 那有什么好说嘴的 更何况 现在大家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诶 那请问 主委 曾主委 那你是提哪些建议 这些建议 真的只有三条吗 还是背后有私底下的这个协议呢 那如果这样不是更难听 而且让大家对政府的 政府官员 尤其政府官的信任感 更低了吗 是好我们就来看看 刚才曾明宗啊 在大概2点50分的时候 开的记者会 没有错他举着就那三点 他在电话当中要求魏英娇 赶快死 而且死得干净 而且立刻搬出101 除此之外呢 真的就没有吗 我们先看 刚刚曾明宗怎么说 昨天大概12点30分左右 魏先生开完董事会之后 给我打电话 他要不要迟还是迟疑 那我来跟他讲三点 第一点 为了回应社会的取代 越快越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辞得越干净越好 包括副董事长 包括总经理 第三点是 要求他当天 就要搬出副董事长 跟总经理的办公室 那我跟他 给他三点的讲法之后 他有一度有质疑 那我也有在跟他分析 现行的情况 因为目前的社会的期待 希望能够中文抵任 那过了短暂的时间 他有 有初步 有赞成他 我的想法 好 当然 周明宗在这场记者会上 也特别强调 没有任何的交换条件 就这三点 那显然是迟疑了一下 就回应家 还是听了她的话 于是做了请辞的动作 但是我们在今天 立刻搬出办公室后 我还没有去查证了 但是我们要看到是 这个事情 刚才黄委员讲到了 在这过程当中 为什么官股不好 然后在这里 尽你该尽的董事的责任 所以让这个 魏嘉在这里 能够不断修改 张成他叫总经理 我们的官方都还说 他叫副董兼总经理 他对外都说 我是副董事长兼CEO CEO 执行长 其实说这个 在大陆才听起来 比较好听 这一次改来改去 他变成了所谓的执行长 那接下来 我还要请世诚带大家看 重点是他没有把董事长 宋文奇放在眼里 好 宋文奇这一阵 接了官股董事长之后 其实这个日子 非常非常之难过 一直到昨天 终于才出了一口气 在董事会一开始 把他给骂了一顿 致命四级 对 致命四级 还终于 那接下来就是由宋文奇 来先暂时兼任总经理 三个月 然后接下来 再来推派官方推派的 所谓的正式总经理出来 昨天讲的这些话 魏英娇当时 还在告诉大家 所有的官民股董事 101跟游有什么关系 他不想退 你知道 那天我讲个故事 那天宋文奇 参加我一个好朋友的 这个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就是这个 然后呢 他上台之后 这位市议院候选人 就是那个 算了不要讲了 他就说呢 对不起 宋文奇是官谷代表 大家不要忘了 他是官谷代表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吗 开个玩笑 就是101 宋文奇 接了董事长之后 大家不知道 董事长是谁 就不见了 以前陈敏勋当董事长之后 大家不知道101 总经理是谁 没错 宋文奇就说奇怪了 为什么我当了这个董事长 董事长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嗯 他就问那个魏英交说 阿爸 你能把董事长拿去 还会比照办理吗 还是说以后就是董事长制 所以我们的官谷 我们官谷44.35 对 这个魏英交只有37.17 为什么的官谷这么弱势 所以说文奇非常的 非常的无奈 是 所以大家怀疑说 你是怎么办 官谷比人家多 为什么会这样下场 对 所以昨天的教授 你看 魏英交说 101跟油有啥关系 真心爱台湾 虽然回馈台湾的 我们的油呢 可以奉给父母吃 夫妻尚结有事不知道 何况兄弟 我天哪 我跟你讲啦 这里面从头到尾都在鬼扯 嗯 回来我们的油可以奉给父母吃 你如果有吃我头抖给你当球踢 嗯 我们不要说他是不是像外传的 吃了所谓冷亚橄榄油 一瓶一千多 我不晓得 但是铁定你不敢吃你们家的油 101跟有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可是你们做黑心油 101跟做黑心油的味家有关系 是 所以要你让出来 嗯 所以昨天宋文琦涂了一口鸟气啊 经营绩效不只有财务数字 还有企业的永续经营 是 负责人不能只承担好的 不承担坏的 出了事却怪同仁 嗯 所以他昨天要出手 所以你知道宋文琦被架空 他非常非常的不爽 对 他是个专业经理人 是 结果在关股占大多数的101 却是被架空 嗯 所以我觉得他除了自己出一口鸟气 也帮我们台湾出了一个鸟气 但最重要我要想 是 你不要让魏佳有重返101的任何机位 请把股份释出来 嗯 好 这个请把股份释出来 现在显然啊 刚才也看到张正和部长在立法院 采取依旧是所谓的道德劝说 学学银眼良啊 学学比尔盖茨啊 魏佳人会不会变成大慈善假 我们并不知道 好但这个部分呢 道德劝说有没有用 为什么不能够一步到位 那大家问的是财政部 问的是我们的政府 实在是因为在这有太多太多 之前的好交情 没有办法一次把魏佳给扫地出门吗 我们待会回来就带你来看 只有 现在大家在骂的是马政府 这个门绳问题到现在都还理不清 只有马政府跟魏佳交好吗 民进党政府没有吗 民进党里头的各大派系 都没有拿过他的政治现金吗 待会来看 咗 心疼